数据流图是结构化分析方法中使用的工具 它以图形的方式描绘数据在系统中流动和处理的过程 由于它只反映系统必须完成的逻辑功能 所以它是一种功能模型 在结构化开发方法中 数据流图是需求分析阶段产生的结果 数据流图标志了一个系统的逻辑输入和逻辑输出 以及把逻辑输入转换逻辑输出所需的加工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 数据流图不是传统的流程图或框图 数据流也不是控制流 数据流图是从数据的角度来描述一个系统 数据流图显示系统将输入和输出什么样的信息 数据如何通过系统前进 以及数据将被存储在何处 它不显示关于进程计时的信息 也不显示关于进程将按顺序还是并行运行的信息 在20世纪70年代 结构设计的原始开发者拉里·康斯坦丁 根据Martin和Estrin的数据流图计算模型 提出了一种实用技术的数据流图 数据流图迅速成为一种流行的方式 在单张数据流图时 必须注意以下五个基本原则 一、一个加工的输出数据流 不应与输入数据流通名 即使它们的组成成分相同 二、保持数据守恒 也就是说一个加工所有输出数据流中的数据 必须能从该加工的输入数据流中直接获得 三、每个加工必须既有输入数据流 又有输出数据流 四、所有的数据流必须以一个外部实体开始 并以一个外部实体结束 五、外部实体之间不应该存在数据流 总之 数据流图在结构化系统分析中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简易的分析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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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